石油美元的诞生,可以说是美元与黄金分手后寻找的替代载体,其目的是为进一步支撑美元在全球的地位。 其背后正是以石油为代表的大宗商品,均以美元计价,并允许美国可以通过无节制的印钞,来奢侈的购买石油。 这样一来,美国可以节省很多钱。 所以,从这一点来说,石油美元就是美元的根本核心。 但无奈的是,非美元区国家想要交易石油,必须要支付汇率兑换费,才能获得美元。 另一面,美元正是通过FWIFT的间接控制,从而掌控了国际间货币汇兑和结算交易业务。 对一些产油国来说,石油美元也会有副作用。 比如目前的伊朗,就处在这种限制中。 但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一些改变。 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三方面。 一是,目前,世界多国在商品交易和金融领域,去美元化,或绕开美元进行结算的举措已经出现。 二是,包括IMF和FWIFT等国际机构报告显示, 现在美元在各国央行中的外汇储备储备和国际使用占比,也是连续出现下降。 第三方面,作为美元根基的石油美元份额,也自2013年后,出现首次下降。 人民币计价的原油期货,正在打破以美元定价石油的格局。 这在美国知名金融网站ZeroHead看来,现在,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。 对于所有出口石油的公司来说,世界上石油美元可能不再那么重要。 事实上,中国一家链油巨头,早在去年5月,就已签署了首笔以人民币计价的中东原油进口协议。 并且计划签署更多此类合约。 不仅于此,人民币人油期货,又有了新的进展。 据上海期货交易所,3月25日公布。 自3月25日起,除亚洲交易时段外,人民币人油期货业盘时段,也将正式对外发布人油期货价格指数。 这将标志住,以黄金为基础。 以人民币计价的石油人民币,在推进产品创新,加速原油期货国际化上,又迈出了重要一步。 该指数以上期所原油期货,最活跃交易合约的价格走势和回报率为基础。 旨在为原油期货的持续交易,提供更清晰的市场,反映给国内外投资者。 到目前为止,已有超过40,000个账户,注册了期货交易。 石油和化学工业巨头,商品交易商和投资公司是活跃的交易者之一。 根据上海国际能源交易所INB的最新资料,这些国外投资者,主要来自新加坡、英国、韩国、日本、澳大利亚、瑞士、赛普勒斯等。 截至3月25日,就单边交易而言,人民币人油期货合约总交易量达到3670万首。 成交额为17.12万亿元。 每日最高交易量达到359.786首。 并创下记录,使得中国成为全球最活跃的原油期货交易市场。 上海期货交易所主管江彦,在3月26日对媒体表示, 人民币人油期货,与欧洲国家和美国市场交换的同行合约,具有互动性。 自原油期货推出以来,亚洲交易时期,WTI和布伦特原油的交易,变得更加活跃。 而这更意味着,人民币正在扩大对亚洲市场原油的定价能力。 要知道,在人民币原油没有上市之前,以往亚洲时段的国际交易量是很清淡的,且价格波动极小。 而一个新的石油货币体系,是否有国外投资者的积极参与,则体现了定价能力。 对此,分析人士表示,中国作为石油的最大买家,为推动人民币结算是很自然的。 换句话说,有了第一笔以人民币计价的石油进口协议,接下来就会有更多笔。 一旦开了个头,就意味着打开了石油人民币,为来合作更广阔的空间。 而以上这些都在表明,国际原油交易者将会按计划开展大规模交易。 同时,现在对一些产油国或原油交易者来说,也想要有选择新的储备货币或石油货币的需求。 据路透社日前称,人民币人油期货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已达6%,且日交易量表现强劲。 人民币人油期货,在推出还不到一年的时间。 其表现已经好于以美元计价的布伦特原油。 后者在1988年首次推出那年,从占主导地位的WTI手中,才占得3.1%的份额。 仅用了很短时间,就迅速积深世界大型石油交易所前三之列。 人民币人油期货,做成石油美元没做到的事。 最新成交量更是迪拜的49倍。 该外媒更是直言不讳地称。 不论是俄罗斯还是迪拜,此前对石油美元发起的挑战都失败了。 但中国成功做到了迄今为止别人徒劳尝试的事情,而就当市场还在为全球原油产量和油价叠叠不休之际。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则分析认为,由于石油人民币国际化及其地位的增强,料将有更多投资,涌入中国经济。 摩根大通期货公司执行厂Rocke-Louis进一步表示, 随着中国继续开放期货市场并推出新品种,人民币期货市场将在世界市场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。 将会有更多海外投资者将加入。 而接下去,按盛宝银行的最新预测。 目前,许多产油国已经非常乐意以人民币的形式进行交易结算。 由于中国维持了人民币的高价值。 当然,更长远的意义还在于,美国知名金融网站ZeroHedge为我们做了进一步的解释。 这并不意味着石油美元会消失。 因为,对石油货币来说,这不是零和游戏。 但我们也要有清醒的认识。 对新诞生的人民币人流期货,仍认重道任。